超过4000名新加坡武装部队人员 正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军事演习 而在这之前一直由150人组成的先前后勤支援单位 已经提前到当地做准备 为这场规模最大的海外演习铺路 32岁的彭宝玲是一位育有三名孩子的母亲 但在这里作为一名三级准卫 她需要为更多大孩子操办生活所需 包括设置帐篷和厨房 彭宝玲只有三天的时间做准备 要为4000多名士兵提供补给和餐食 为确保军训能够顺利且有效地进行 先前后勤支援单位有技术员负责维修装备 并随时反馈问题 也有军医为武装人员提供医疗支援 先前后勤支援单位的准备工作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 他们是第一批抵达昆士兰州的人员 也将会是最后一批离开的队伍 然后勤支援单位的准备